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煮的菜是金针云耳蒸鸡 我们来看看材料 材料有新鲜鸡半只 酒地鸡 云耳10朵 金针15-20条 还有一块姜 调味料方面有蚝油 生抽 割1汤匙 糖1茶匙 还有2汤匙油 我们现在还没放下 跟你说一下材料如何处理 金针云耳要浸泡 浸泡到软身洗净 云耳浸泡起来十多 底部硬的就要撕掉 金针云耳浸泡后洗净 拿干水之后可以加进鸡里蒸 材料就是这么多 现在来处理材料 云耳和金针云耳浸透了 云耳如果钉有点硬 我们就撕掉它 我10刀浸泡出来也很多 金针云耳浸透了之后 它软身了 我们拿干水 我们就将它每一条 打个结 蒸起上来 卖相比较漂亮 而且不会散开 这个金针云 很漂亮的有机金针 是我妹妹送给我的 所以它的头尾也没有硬 所以我不用剪它 如果你头尾浸泡后 你觉得有点硬 你也可以剪一下它 如果不绑个结 它就会蒸出来 就会这样散开 好了 那我们那些金针云耳 处理好了 那我就放在一边备用 那只鸡又怎样呢 那只鸡呢 那只鸡呢 我们买回来 你洗干净它 那些肺呢 最重要是拔干净它 要不然蒸出来 都会好像不熟 这样的哦 对了 那看下呢 有没有有没有 有没有那些细 细毛未蒸干净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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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就洗干净了 那我们现在呢 斩件了 就可以腌了 那 那首先呢 我们呢 就起了那个液 和腿出来先 那 那很简单的 就是你在它那个 架位那里呢 那就很容易起出来的了 那那些皮呢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就不要说撕掉它 那 那这只鸡呢 都不肥的 那 就算是肥的那些呢 你就可以 撕掉那些肥油 那 如果它不肥呢 那我们就 那些皮都可以一起蒸了 你可以 吃的时候呢 你就不吃那些皮 那 那 那呢 如果你撕掉那些皮 去蒸呢 那就不要那么滑 那些鸡呢 就斩好了 那这鸡呢 我们就 斩好了 跟着又刷一下它 刷干一点点 我们呢 这鸡 刷干水了 那我们现在来 开始腌了 那 那刚才那块 那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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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 之後 interests Manufacturer 那看 加了1茶匙的酒 搅拌均匀 姜汁酒 加上去 加少许盐 4分1茶匙的盐 可以倒入底味 再加其他材料 攪拌均匀 蠔油 生抽 糖 搅拌均匀 加入粟粉 加2茶匙的粟粉 它会比较滑 再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甘霜云耳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同一时间可以加入油 加2汤匙的油 因为这只鸡 没什么油的 即是 酒地鸡 没什么油 还有那些云耳 金针云耳也要吸油 拌均匀 醃20分钟 这样就可以蒸了 鸡腌了20分钟 现在水滚了 可以开始蒸鸡了 中大火蒸20分钟 鸡已经蒸了20分钟 加入葱做装饰 金针云耳蒸鸡 已经蒸好了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家常菜 大家不妨试一下 还可以加多一粒红组 做装饰 更加漂亮